現在看到的這個是聖特爾墓宮 是他們的辦公室 就是像地方政府的那種辦公室 然後可以看到他們牆上掛的這個就是安達魯西亞的旗幟 立場館的商店 再找進去 找進去 他們來到後來 百貨城 該死人 請看 找到不正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班牙广场这边呢 大概可以逛个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觉得这边很好拍照 R.B.L. 啊 这一趟全中都吃了两次韩国料理 今天是这边很有名的一间韩式料理店 叫 Coco Dac Coco Dac 嗯 一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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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餐 一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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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來的門票呢 要15歐 但是這邊很漂亮 建議大家在這麼多細蘭的時候 四五點的時候要來的 這邊就可以看到整個西比亞的景色 可以看到它的夕陽啊 整個打落在建築上面的非常的美 夕陽快要落下了 這是越夜越美麗的意思嗎 這三個女生跟這三個男生完全不認識 還有哥們完全不認識 可是大家一起在這邊看球賽 加油 加油 加油西比亞 下去的深情 水 快點 外面超多人的 好嗎? 哪一個最好呢? Valencia還是 Sevilla? 這個嗎? Valencia的不同 真的嗎? 它吃起來真的就跟 豆漿配油條的 豆漿 油條超級像的耶 但是因為它是現炸的所以很好吃 然後它的巧克力醬 比較屬於是那種比較虛勢過的巧克力 所以不會到很濃很甜 我覺得兩個人一起吃一份剛剛好不要一個人吃太多了 我們現在要去賽維雅祖教堂 今天天氣就是陰陰的 但是不要下雨最好了 在 Sevilla有好多這種小巷子喔 然後麵條小巷子都有很多餐廳阿小店阿 感覺很Chill欸 有些風情的歌 實際看真的很大欸 我們現在要爬到塔的頂端 在走這個步道往上往上一直往上 要爬到宮頂的地方 以前的人做這個步道很厲害欸 他們這個塔往上去是這種斜坡而不是階梯 原因就是因為以前的時候士兵需要騎馬上來 所以這樣對馬來說比較好走 不覺得超聰明的嗎 我們現在是兩頭累死的嘛 到了 哇 秘密媽媽的房子 好壯觀喔 哇 秘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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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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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